我被夸得有些飘飘然 正想继续说下去 一旁熟睡的KK却突然紧觉得竖起耳朵 呜呜 他一个翻身站起来 嘴里发出警告的低名 夜沉如水 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听到了什么 KK 坐下 我试图安抚他 但他反而变得更加焦躁 我和陈琳交换了一个眼神 准备出门检查情况 楼道温度很低 寒意瞬间让我的酒醒了大半 依次巡视完另两个房间 我们来到消防门前 门上的铁锁紧紧搅合在把手上 没有任何异常 楼梯间竟然无声 整层酒楼 除了自己如肋骨般的心跳外 再也没有别的动静 又等了一会儿 我们重新退回房间 在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KK并没有安静下来 而是在客厅来回夺步着 猫哥也醒了 他端坐在阳台前 时不时伸出爪子 扒了面前的一门 陈琳走过去 缓缓降门拉开 我跟着他来到阳台上 外面比楼道更冷 银色的月光 将雪地照得亮亮堂堂 我盯着楼下 看了半天 也没觉察出什么异常 啪哒 有什么东西滴落在我的脖子上 下雨了吗 伸手一摸 指尖的触感竟有如浓潭一般 我猛地抬起头 一张黄紫色的脸 倒悬在我的正上方 他微张着嘴 臭不可闻的液体 顺着嘴角缓缓滴落 啪哒 又是一滴 我强忍着 恶心擦掉脸上的口水 陈琳已经调转手电的方向 借着光线 我看见一只丧尸 折尺似的挂在石楼的栏杆上 因为倒悬 他脸上轻轻爆起 突出的眼白 几乎要脱离眼晃 随着身体在半空中摇摇欲坠 他的喉咙深处 发出破碎的叫喊 渐渐的 喊声越来越大 我扫一眼 隐藏在夜色中的 其余居民龙 不由想起 上次解救KK时的场景 我和陈琳都很清楚 绝对不能让他继续叫下去 怎么办 我低声问 我上去 他转身去找工具 家用梯有一米多高 站上去之后 陈琳的半个身子 几乎都悬在空中 我在他腰间绑好安全绳 低着头正准备 把另一端系在栏杆上 就在这时 陈琳突然连人带梯 跌出扶手之外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安全绳已经滑出了好几米 我下意识攥紧手上的绳子 还没来得及将它缠在手上 另一端传来的力道 就让我狠狠磕在栏杆上 撞击带来的耳鸣 让我头晕目眩 同时 我感觉到绳子正不受控地 从手心寸寸滑落 安安 什么丧失围城 什么幸存人类 此刻我一点都顾不上这些 我只知道 如果绳子脱手 陈琳立刻会从 三十多米的高空摔下去 他会死的 这个念头让我全身冰凉 安安 我不确定自己叫的是否足够大声 耳鸣让我失去了 对音量的掌控 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 将这几个字吼出来 快来帮忙 用尽全力拧动双臂 几次尝试后 绳子终于缠上我的双腕 下滑的趋势这才堪堪止住 但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就在这时 我隐约听见卧室门被通的状态 余光里 有个人几乎是连滚带爬地 朝我跑过来 他终于醒了 与此同时 我感觉绳子的重量一轻 怎么回事 陈琳是不是掉下去了 我急得大喊 安安冲到阳台边 快速向下眺望一眼 放心 是他身上的丧尸掉下去了 刚刚的绳子上竟然有两个人 他随即将安全绳的末端 绕在栏杆上 打上死劫 又从前面替我拽住绳索 有他帮忙卸去大部分的重量 我顿时脚下一软 瘫坐在地上 这时 火辣辣的疼痛 才后知后觉的降临 仿佛刚刚握在手中的不是麻绳 而是脆了火的刀子 直接因为用力过度而颤抖个不停 甚至连简单的屈身都不能做到 心里惦记着陈琳的情况 我撑了身体站起来 他已经成功攀上八楼阳台的侧员 正在解腰间的绳索 在他身后 木梯已经摔得粉碎 安安去楼道给陈琳开门 留下我一个人打扫战场 按理说 单凭我自己的力量 根本拽不住两个成年男人 注意到绳子的末端湿漉漉的 我这才意识到 脚边这个吐着舌头是喘气的 保安队长才是今晚最大的功臣 我揉揉KK的脑袋 明天必须用鸡胸肉好好犒劳他 很快 他们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家门 陈琳脖子上有好几处抓伤 衣服也被撕破了 不用担心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 一会儿我用点酒处理一下 到底怎么回事 安安猛灌了一大口水 他看上去还是有些晕晕乎乎 陈琳是被月下的丧尸撞出护栏之外的 丧尸的力气很大 被他抓住后 陈琳一度束手无策 最后靠着折断他的两只手腕才对以挣脱 他们已经失去痛觉 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对食物的渴望 丧尸变强了 陈琳给出评价 没错 他们似乎重新掌握了发生技巧 之前 丧尸只是寂寞的追捕者 所以在偶遇零星几之时 我们还可以想办法和他们周旋 但是现在 狮群内部又诞生了新的集结信号 我们的操作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除了逃跑几乎别无他法 我不确定楼上的丧尸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他们的感知无疑变得更加敏锐了 变强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问 总不可能是上次KPA的叫声导致的吧 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因为在病毒爆发的初期 他们的尖叫只会比KK更凄厉更绵长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短暂的沉默之后 陈琳开口 声音不是原因 反倒更像是一种结果 与其说是叫声强化了丧尸 不如说是叫声揭露了当前诗群的真正状态 他们早就变得更强 只不过直到现在我们才意识到这点罢了 我理解陈琳的意思 时间上的因果不代表逻辑上的因果 我们已经太长时间没和他们交手 丧尸看似是在上次营救行动之后出现了增强 但一遍真正的发生时间节点可能还要往前 窗外传来一声闷响 不用起身查看 声音的源头大家都心知对您 经历过刚刚的插曲 今晚的小区马上又会热闹起来 对于变异原因的讨论 始终不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们暂时放弃了这个话题 转而分析丧尸的行为模式 除了对声音更加敏感之外 诗群每次聚集的时间也在延长 第一次是在陈琳楼下 丧尸集结了三天左右 第二次直到一周后才慢慢散开 这次又会持续多久呢 不仅自身能力在增强 他们的行为习惯也在发生改变 安安将结论写在他的笔记本上 我不禁想起那张倒挂的脸 这个时间点 他们不该这么活跃才对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 他们最终会无视所有规则 进入完全的混乱和暴动之中 现在已经有这种迹象了 陈琳提出了一个最坏的可能 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们不再遵循任何作息规律 到那时 丧尸将部分昼夜终日游荡 不仅拥有更敏锐的感知 彼此之间还能通过叫声 共同锁定猎物 似乎是在回应陈琳的担忧 又一只丧尸砸在二楼的露台上 房子已经困不住他们了 安安眉头紧皱 他们想出来 如果低楼层的丧尸全部永无小区 失群的密度立刻又会上一个台阶 除此之外 其他幸存者的问题同样令人焦虑 虽然据我观察 我们应该是这个小区最后的留守者 但我仍不敢掉以轻心 这段时间我带着KK去二楼睡 如果有人靠近 至少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陈琳一边说一边说东西 而且 我担心低楼层的丧尸掉下露台后 不会立刻失去行动能力 到时候入侵到楼道里就麻烦了 商量之后 我们决定一起搬到202 三人全天后轮流直守 可能是离得太远 高层丧尸并没有闹出什么动静 正如陈琳估计的那样 很多麻烦都是低层丧尸造成的 因为下落高度不够 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直接死去 在最初的几天里 露台上爬满了模糊的血肉 许多丧尸的脊椎已经完全断裂 上半身与下半身仅靠一点皮肉粘连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蠕动地爬向彼此 撕咬与被撕咬 猎食与被猎食 享用与被享用 丧尸之间的杀戮再次升级 这一次 受伤的同类已被纳入他们的食谱之中 一直等到丧尸完全停止掉落 我们才开始清理二楼 陈琳将所有残肢连同积血一起产到楼下 我和安安则用酒精进行消杀和气味遮备 接下来就要看他们多久才会散开 只要尸群还聚集在楼下 就不会有幸存者靠近 这反倒成了庇护我们的屏障 我把收音机重新找了出来 在封锁的头一个月 我几乎每天都抱着他入睡 只不过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之后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存在 现在陈琳的预测彻底打消了我 妄图和丧尸共存的念头 恍然间我又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我也试图做点别的来转移注意力 比如面点 我们三人都不爱吃面条 更不要说面粉了 于是我和面做了几梯刀切馒头 KK竟然非常喜欢 于是我又做了更多冻在冰箱里 为之前只需要重新加热一下 比米饭方便得多 我还用就卫衣给KK改了一件套头衫 在上面绣了他的名字 但由于缝纫水平堪忧 领口开得太大 KK穿上以后就成了惨不忍睹的低胸装 猫哥作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仍保持着出门历时的习惯 运气最好的时候 一连三天都捉到了肉质肥美的猪颈斑鸠 两小只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不对 准确地说 应该是KK单方面觉得 自己和猫哥的感情越来越好了 他常常突然抽风 弹簧似的在猫哥身边蹦得个不停 起初猫哥还会被他的一惊一乍下的乍毛 但现在似乎习惯了 如果有什么是一个喵喵拳解决不了的 那就来两个 KK在领教了猫哥的体权后 收敛了不少 开始尝试用更绅士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欢 每当这个时候 猫哥的表情总是耐人寻味 可能他既不想闻KK的屁屁 也不想被KK闻剔皮吧 整个冬天 KK都在自自不倦地骚扰他的新朋友 而猫哥则在想方设法逃避某只金毛的热烈友谊 在这期间 阿安陪着我一起捣鼓收音机 一起做馒头 一起看每天上演的猫狗大战 我缝衣服的时候 他就在一旁替我整理毛线 不要担心 他似乎很容易就能看穿我的焦虑 会有办法吧 你只管做你想做的事 我丢下手里的针线 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阿安 你拿的是男主剧本吧 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开始担忧起主持问题来